我有一部 我最近看的預告 其實很想看 我覺得還滿有興趣的 這一部叫做 單身動物園 我覺得很酷 因為它其實 題材就還滿特別的 應該算是小品 因為它是講說 單身男女全部 送到一個地方去 然後四十五天之後 你如果沒有找到 配對的人 你就會變成一隻動物 什麼啦 但這一部你覺得怎麼樣 因為這部在 去年坎晨演的時候 其實就滿轟動的 因為它那個設定 真的很特殊啦 怎麼會有 教不到另一半 就會變成動物 好像有罪 這很恐怖耶 對 然後其實最好笑的是 我們的男主角 可以發落 帥哥 對 然後結果人家就問他 如果你四十五天之後 你沒有變 你沒有找到你的另一半 沒有配對成功的話 你要選擇當什麼 結果他就說 我要當龍蝦 然後大家就會說 為什麼你要當龍蝦 對啊 為什麼 然後他就說 龍蝦 龍蝦不但長壽 而且龍蝦的 龍蝦的某一方面的能力呢 不會因為他變老了而衰退 沒有 真的是 非常的有先見之明 沒辦法 人家是柯林法洛啊 不然你要說什麼 當然柯林法洛有為了這個片 他要降低 他那個帥哥的風采啦 所以他有變胖很多 巨蟹增胖了十八公斤左右 天啊 二十公斤了啦 天啊 天啊